我们这次的银行大做空行东大货成功 大国被做空破产了340家银行 其中中大型银行有20多家 欧洲各国破产银行多达58家 信用卡公司 建筑行业的公司还有房地产公司一共倒闭了240家 我们的总盈利高达5万多大价币 而且从贝尔斯等时刻以来 大国事业人数成指数爆发时增长 三个月就已经增加了400多万人 12.5万一大国币的财富彻底正发销是不见 给大国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就这么说吧 大国有史以来还从没被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是数国联盟干到这么拉垮过 更别说只是你一个自然带领的空头组织了 这简直就是金融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大奇迹 先别高兴的太早 数据虽然很好 但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基金会的抵抗能力不是没有 相反还很强 他们现在只是不想亏损来对抗我罢了 甚至在我做空期间 所罗门和基金会的人还跟着割一批韭菜 我们现在可不能半场开香槟 11.麻烦是来了 我做好心理建设了 您说吧 法国官方联合欧盟一起来大下告你的状 说你恶意做空西方经济 说你是自带危机的始作俑者 还说你间接害死了几十万西方人 让西方社会陷入了动荡 行为非常恶劣 比SSS级战争犯有过之而无不及 做空还特么是西方人发明的呢 当初发明这玩意的目的 是为了调节市场的有序性 各国都承认做空是合法的 法国都做空各国多少次了 都弄破产多少国家 弄垮了多少货币了 怎么他做空就行 我做空就是犯法呢 还有次带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 是特么次带 有我没我 次带危机一样会爆发 现在就被我做空了一下 就把次带危机爆发这个屎盆子 往我头上扣了呀 多新鲜呢 估计是被你给打几眼了 毕竟现在次带危机不光再把国爆发了 还全面蔓延到了欧盟 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崩盘的厉害 每个月都有上百万人失业 得得得 别说这么多了 您就说说那群村子想让我怎样吧 他们想让大厦按照金融罪犯的罪名给你定罪 还要你赔偿和承担他们所有的经济损失 当然 这名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常的不合理 我估计他们也是在玩仙天滑板 最终目的还是想让你停止做空 那咱们上风是什么意见 他们这群外国老明显是想搞霸权 咱们大厦可不吃这一套 决定死保你 替我歇下上风 你别高兴得太早 把国和欧盟这次危机太大 为了让你停止做空 我猜他们后续会搞出特别大的动静 来逼迫咱们这边妥协 十一 我想说的是 这几年大厦托你的福 的确地位提高了不少 但它终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 国力还没强到能跟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抗衡 也不可能跟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对着干 所以 最后是什么结果 我不敢跟你保证 我懂 我也想你保证 我会尽量用自己的办法 搞定这群外国老 你压力也别太大 最差的结果 也就是你停止做空 以后不能再在国际上做生意 大厦的市场 足够你霍霍的了 呵呵 如果只能在大厦做生意 那还怎么实现让大厦主角论 哇塞 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 也就是被霍国和欧盟联合 告到大厦那边去 要求把我定为金融罪犯罢了 这还造成什么大事了 整个人类历史上 还从没有过能让霍国和欧盟联合起来 告状的人吧 搞不过就搞八权 真是一句无耻之徒 那大厦那边是什么态度 死保我 但不一定能保得住 毕竟 大厦还没有能对抗全世界的实力 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也没可能孤立于全世界之外 最后的结果怎样 还是得看咱们自己啊 所罗门大人 大厦官方的态度很硬 大概意思就是说十一无罪 做空行为符合国际法 反而说我们无耻 玩不过就搞霸钱 咱们还要继续投诉吗 投诉已经没用了 大厦已经金飞锡笔了 但我不相信 大厦敢跟全世界对着干 传令下去 直接发起金融制裁 是啊 BOSS 大国提高大厦出口到大国的纺织品 原材料 数码产品等商品关税120% 欧盟呈阳国之意的西国为谴责空神阵营的热烈行为 宣布与大厦断绝来往 并提高全部商品关税 凶国 客国 鸟国等十几个欧盟国家 宣布将陆续盯进制裁 直到大厦官方言成空神阵营为止 这群外国老真是够点心的 按他们的规则搞得经济战 他们玩不赢 就联合起来 利用外交和外贸手段逼迫在离场 霸国是世界第一大国 其背后的基金会又常年垄断着世界经济 早就横行霸道惯了 西国只是打头阵的 如果这件事我没法解决的话 其他国家是真的会下场采取行动 不单单是欧盟 大厦周围一圈的国家圈是他的小弟 现在老大发话了 这些小弟肯定愿意跟着搞事情 毕竟大厦崛起 对这些小国太不利了 如果真上升到那种地步的话 别说你是天龙星了 就是我老星家一块 大厦也得让步吧 没有涉及到什么原则问题 加上咱们做空确实玩得太狠了 升到那个地步 大厦没道理再保我了 只能是把我推出去 平息这些国家的怒火 和秘书 你安排飞机 回一趟地都 是 十一 你小子可真是会给咱大厦添麻烦啊 上风是不是这几天被麻烦的头疼啊 何止头疼啊 为了你的事 我们连着开了好几天的会 十一 霸国和欧盟对我们施加压力的具体消息 你已经知晓了吧 已经大概知道了 这件事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如果我不停止做空 他们接下来是真的会让凶国和克国等国家跟进 后续 咱们周边几个霸国的依附国也绝对会跟进采取措施 经济和贸易还有外交 组织为了保住霸国老大哥 他们肯定是能出什么招就出什么招 十一 你果然是个人精 心里清楚得很啊 就像了 我直接跟你说结果吧 如果是涉及原则的问题 来在多国家施压 咱们也不会怂 但在你这个问题上 不涉及原则 咱也不站立 上风的意思是 最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去解决这件事 解决得了 能不麻烦大厦 那最好 解决不了 那大厦这边就只能是强制命令 以停止做空 来平息这场世界之怒了 我希望你能理解上风 理解大厦 毕竟我们现在排名才世界第四 还不具备与全世界为敌的能力 我明白 也理解 如果这件事 我个人解决不了 绝对不会给大厦添麻烦 那你现在有什么对策了吗 应对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跟他们硬碰硬 露头就秒 露头就秒 你开什么玩笑 哈哈 的确是开玩笑的 不露头的也秒 只要咱把这群 赶露头跟进的家伙秒干净了 让这个所谓的抗议联盟解散了 问题不就解决了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保证不会再敢有国家 跟八国一起进行抗议 那具体一点 你打算怎么办 西国不是第一个 跳出来当八国的狗吗 那咱就先秒西国 我决定 做空整个西国 让西国破产 让西国破产 十一 你知不知道西国是发达国家 你知不知道 他的经济有多繁荣吗 他还是欧盟成员之一 你去做空 欧盟必不会坐视不理 莫说是你一个人了 就算是举大下全国之力 我恐怕也没能力 让西国破产吧 十一 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想的吗 我们不想你脑子一热 冲动坐视 二老应该知道 欧洲是罢过MBS和CTO 最大的投资者吧 嗯 毕竟880%的年投资回报 欧洲这种发达地区 根本无法抗拒 1988年7月 国际清算银行旗下的 巴萨埃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通过了巴萨埃尔协议 规定大型国际银行的资本金率 不得低于8% 也就是说 总共要投资100万的话 你自己的本金就不得少于8万 最高杠杆是12.5倍 这是为了防止杠杆率过高 出现风险 但是到了2004年 罢国的MBS和CTO 引发世界金融疯狂时 巴萨埃尔委员会 通过了巴萨埃尔协议 资本金率依然是8% 但从两方面放松了杠杆要求 一是针对房贷债券的资本家家权系数 直接从50%下降到了35% 这是国立银行做更多的房贷债券投资 二是投资房贷债券时 只要购买一定额度的金融产品来对冲风险 就能抵消本金要求 这个规定 可就让欧洲各国玩了命的 加杠杆买MBS和CTO 我之前做空的贝尔斯等杠杆率是45倍 正在做空的雷曼兄弟是75倍 两房是108倍 巴国的金融机构平均杠杆率是30倍 二老猜一猜 在那么宽松的写一下 欧洲银行的平均杠杆率是多少呢 35倍 40倍 是50倍 欧洲各国杠杆率最高的银行 已经跟两房不相上下了 他们在次贷债券疯狂时期 进入巴国的MBS和CTO市场攫取利润 就连欧洲也沉浸在巴国房价 永不下跌的美梦中 可惜啊 杠杆能让他们放大收益 也能放大亏损 一旦他们的投资对象下跌2% 他们都会血本无归 而我的做空原理也正是基于此 可我听说 习国的经济很繁荣 而且似乎习国并没有跟进炒次贷债券啊 习国的想法是没办法实现的 先听我说完 欧洲各国银行的投资有三原则 成本低 回报高 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他们的投资对象 可不具限于巴国的MBS和CTO 还包括欧盟各国各行各业的投资 这些国家的银行家们架足了杠杆 去西国和客国等国家进行投资 天量的资金进入了这些国家 其本国人民也在经济发展中赚到了钱 然后他们把钱投资到房地产 有钱就去炒房 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 西国的房价暴涨 房产投资的年回报率高达30% 这让各国银行家也都加入了西国的炒房热潮中 虽然30%的回报率跟880%的回报率差距甚远 但也比其他投资优质许多 在2001年到2006年期间 罢国平均房价上涨126% 同期西国和亚国分别上涨了200%和260% 其他各国的房价也都在不同程度的暴涨 那两年 民众炒房 银行炒CDO和MBS 大家都在玩命的加杠杆 产生了巨大的泡沫 杠杆就是负债 繁荣背后就是巨大的债务膨胀 去年的时候 诸黄国和亚国银行负债达到了GDP的三倍 蓝锡帝国和克国是四倍 爱国是七倍 你猜猜西国是多少倍 难不成还能是十倍 风鸿扬说了一个自认为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 十倍于本国GDP的负债率 这就等于说 这个国家是个空壳子 随便一统就得报 是十二倍